日前闹出风波的黄池偷拍案 自称狗狗哥的灵性主贤 被发现利用这些偷拍的影片大赚了113万 如今终于是已经被起诉了 而他的正面目也首度曝光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检方提讯他到案 不过走下球车右边这名平头戴黑空眼镜的男子 就是自称狗狗哥的主贤灵性男子 面对媒体提问他只是皱了一下眉头 看一下是谁在问并没有多做回应 而这起风波受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黄池了 业者在收走也出面回应 我知道那个过程 检察官他们都非常的积极 也曾经来我这边过很多趟 那做错事我们法律会做一个裁决 我觉得太好了 至少对我店家对我的客人做一个交代 基本上会去做这种事情的人 基本行为本来就不应该了 而且心态也不正确 那到处去这样子伤害那么多人 这真的应该要受罚制裁 不过从起诉说可以看出呢 受害的其实不是只有黄池一家 今年一月的时候 这名主贤甚至还跑到了北投另外一家 五星级的这个温泉饭店来进行偷拍 被饭店人员发现并且报警 后来又发生了黄池偷拍案 他又被警方批评行进真的是相当的恶劣 也终于将他起诉 请安藏 请搜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